因为我们当年在的时候 就算我们在国内是有钱人 那点钱达到这里也是非常小的 比如说我们当年来的时候 国内还行 我半年了 那半年后呢 当时那个是美金是一个区 你想看那多少钱美金啊 对 所以说和现在那个生命不一样 所以你兜里穿了多少钱多了 我的兜里穿了一千个年约 还有一百倍钱 然后就来炒荡美国 然后参观呢 这是做打扫 对 然后毕业以后 刚才说你创业是做什么